过去在航空史上几乎所有的捷机案件都是失败收场 因为难度真的很高 不过在美国至今还有一件难解的谜案 因为有一名捷机的歹徒顺利得手20万美金之后 居然跳级逃逸 从此销售逆击 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虽然美国的FBI整整花了46年的时间 却依旧无法确认先犯的真实身份 有人说他可能是一名特务 也有人说他是散兵出身 不过这机没有人知道正确的情况 这机器是一位二十年代的一刀 一一刀的一刀 一刀就叫D.B. Cooper 把他扔在男人 从航空中在凶狠风 10,000米之后 这是美国犯罪史上最大谜团 FBI花了整整46年调查 最后在2016年宣告放弃 一个捷机犯 20万美元赎金 从郭英727上跳伞 消失在夜空中 发生在1971年 赶分节的前一天 根据目击者描述 他年约四十穿西装和皮鞋 拿着首题公事包 座位是18C 航程中他还点了杯波本酒 接着他示意空服员上前 递给了他一张纸条 接过通知 FBI和警方火速动员 赶往西雅图机场 经过谈判 捷机犯同意 释放机上36名乘客 但机组人员必须留下 波音727再次起航 捷机犯要求保持在 3300公尺以下的飞行高度 夜晚暴风雨 伸手不见五指 小时8分钟 当航程中 在西雅图和尼诺 凯克尔 凯克尔 只找到一条黑色领带 烟蒂和12个残缺的指纹 紧接着登场的是号称 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列车行动 媒体疯狂报道 还把他的名字错写成DB Cooper 从此将错就错 但数以千计的军警人员 上山下海飞天遁地 整整36天连个影子都没找到 直到9年后 华盛顿州温哥华一名8岁男童 在沙滩上捡到钱 一捆捆破损的20元美钞 跟DB Cooper要求的一样 比对钞票序号 证实是当时的赎款 但只有290张 共5800元美金 他导致电影上的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1974年开始 数百名崇拜D.B. Cooper的粉丝们 每年固定聚会向偶像致敬 其实这和当时全美反越战的时空背景有关 向全美挑战就能获得掌声 一名曾在越战担任机师的麦考一 甚至还模仿D.B. Cooper 劫机联合航空 勒赎得手之后跳伞逃离 他也扮好了 他穿过这些练习进行 他曾经是散兵吗 执行特殊任务吗 到底是生还是死 约谈了上千名嫌犯 其中不乏自称犯案的 调查了46年 始终没有答案 DB Cooper是美国史上 最神秘的传奇怪盗 这让当局很没面子 但绝对是茶余饭后 很好的聊天话题